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凯特王 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台湾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剧烈》 恐惧的剧 分裂的烈 它是今年坎城影展最佳剧本得奖电影 也是一部女性向的电影 导演叫做《科罗里·法吉特》 是一位法国的女导演 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以及制片人 几乎跟所有的女性电影一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所要展现的东西真的只有女导演可以办到 因为这是所有女人都经历过或者是正在经历 甚至终其一生都为之烦恼的一件事情 这部电影探讨的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讨论女人是如何被年轻貌美这两件事情控制的 整个社会是如何社局让女人一步一步走入这个框架 没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 就这样子把女人逼到了绝境 而且还是她自己自愿的 我这样子说 大家可能就会浮现了近期非常流行的几个词 比如说年龄焦虑 容貌焦虑这几个词 对不对 而我之所以会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也是因为它应该是这几年来讨论 女人如何被美奴役这个议题里面表现手法最为突出的作品 不仅仅是它的剧本很好 更因为它强烈的视觉镜头所带来的极大的震撼 绝妙的镜头语言 然后科幻又讲究的美术场景 它带给观众的是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 就像这部电影所要讨论的话题一样的犀利 很绝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会慢慢的来拆解这部电影 以下呢会有一些剧透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 那么你就把它当成故事继续的听下去吧 电影的故事描述一位曾经靠优美的身段 跟亮丽的脸蛋红极一时的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 在她逐渐老去之后呢 她不得不面对被观众遗弃的命运 在娱乐产业当中 需要的是永远年轻 永远美丽的女人 而伊丽莎白呢意识到了这一点 辗转呢 透过了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通过一个秘密的渠道 买到了某一种可以从字体分裂的药物 于是呢 她制造出了另外一个分身 一个更年轻 更漂亮的分身 这个分身的名字叫做苏 他们两个人呢 既是独立的个体 却又同时一个为母体 一个为分身 伊丽莎白作为母体 她就必须供应养分给苏 而苏则更像是必须寄生于母体伊丽莎白 才能够生存的一个人 他们两个人呢 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各活一周 一周之后呢 就会轮替 可以说呢 伊丽莎白就是苏 苏就是伊丽莎白 而年轻的苏呢 却取得了比伊丽莎白更高的成就 于是呢 当她活跃于荧幕媒体上的时候呢 被很多人羡慕 并且很多人喜欢她的时候呢 她就开始想要多活几天 甚至呢 她想要一直待在现实当中 于是呢 伊丽莎白和苏 就开始了一场 自我身体主导权的战争与对抗 这个故事哦 其实非常的科幻 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故事 但是却又让人感到非常的真实哦 因为所有的画面都让我们有身丽其境的感觉 因为现实中其实处处都在上演 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feel啊 那么以下呢 我将分几个部分来探讨这一部电影 第一就是 她用男性凝视来打败男性凝视 电影当中呢 她用了非常多大量的特写镜头 来拍女性的身体 而这些镜头呢 强调了胸部 臀部 甚至有很多全裸的镜头 为什么导演要用这么难宁的手法 来强调这些画面呢 有人说 一个女性导演 不应该用这样的镜头来描述 但是当我看的时候呢 我却发现 导演也许就是想要告诉我们女生 你看 你正在用一个男性的视角 来审视你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哦 你觉得好看还是难看 你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评断的哦 而是用一个男人看你的眼光来评断的 伊丽莎白照镜子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的胸部垂了 臀部塌了 脸垮了 并不是她自己觉得自己是这个样子 而是把自己客体化了之后呢 带入男性这个主体来审视自己 男人看我啊 一定觉得我的胸部垂了 臀部塌了 脸垮了 所以我在他们眼中一定很老很丑 而年轻的苏呢 在看镜子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他把自己客体化了之后呢 带入了男性这个主体来审视自己 他甚至呢 会带着一种探索跟欣赏的眼光 在镜子面前看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仿佛就像在说 男人看我一定会觉得 我的胸部好完美好挺啊 臀部好翘好圆啊 脸好嫩啊 所以我很美很可爱 这些大量的男性凝视镜头呢 传递出女人把自己客体化的一些讯息 如果你是女性观众 并且你稍微有一点女性意识 有一点女性主义 你应该就会发现这一点了 而现实当中呢 很多女人确实都是这样子看自己的 她们并不喜欢自己的身体 她们喜欢的是男性喜欢的那一种身体 而不是自己真实的身体 所以女人们怕老 怕丑 怕下垂 怕皱纹 因为这一切都代表男性不喜欢的 所以她们很害怕 女性的价值呢 取决于男性的偏爱 因此呢 现实当中有很多女人有容貌焦虑 有年龄焦虑 她们的恐惧 并非真的来自于自己 而是来自于 如果我老了 丑了 就不会有人喜欢我了 我就会失去 她们对我的喜爱 而这就是把自己客体化 带入男性主体眼光 来看待自己的结果 你自己不见了 消失了 许而代之的是 男人对你的凝视 我想 这就是导演的用意 用男性凝视的镜头来告诉你 嘿 女人 你真的用男人的眼光 看自己的身体哦 而这些大量的凝视的镜头 带来的其实并不是愉悦的感受 而是恐惧 恶心 讽刺 焦躁 让人头皮发麻的一种感觉 也代表女性内心 非常深层的一种恐惧 第二 无孔不入 针对女性犯受焦虑的广告看板 广告海报呢 在这部电影 不但代表女明星的地位 也代表一种美的标准 也就是大众审美标准 这些海报出现在伊丽莎白工作的地方 出现在她的家里 以及呢 她每天站在客厅 从她的落地窗看出去就能看见的 户外巨型看板上面 女主角伊丽莎白呢 被这些美丽的海报给驯化了 经常呢 就拿自己跟这些修过图的完美广告看板 来比较 所以呢 当她渐渐的被取代了之后呢 她就没有办法立足了 她也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价值了 电影中呢 有一段剧情是这样子的 她正在为赴约而打扮自己 当她打扮完之后呢 她觉得嗯 看起来很满意 正要出门 结果呢 她的眼角余光 就看见了剧服广告看板上面 那个青春无敌的苏 于是呢 她下意识就开始拿自己跟她来比 即使呢 她明明知道两个人的年龄完全不在同一个阶段 但是呢 她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看起来更年轻的一个可能 于是呢 她就回去浴室的镜子前面 擦掉之前的口红 涂上呢 可以凸显 呆呆唇的那种唇蜜 然后改换腮红的颜色 加了一条丝巾 结果就这样子 本来很满意了 看到苏的广告看板 又觉得不满意了 又来回折腾了自己好几次 最后呢 她就一整个放弃约会了 落寞的待在家里 这里有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惊悚 就是伊丽莎白非常用力的擦掉她自己脸上的口红 非常非常的用力 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 她很愤怒 很羞愧 又不甘心 她恨她自己 很老 很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关于如何变漂亮的广告 其实都是针对女性的 尤其呢 越来越多的医美广告 在大马路的两旁 在捷运公车上 无时无刻都在对女性传递一种讯息 那就是你要漂亮 你要漂亮才有价值 这些广告看板 无论是医美 服装 保养 美妆 其实都在向女性展现完美 因此呢 无形当中呢 也让很多的女人产生了焦虑 你以为你只是在看那些广告 但是这些广告却潜移默化你一种美的标准 让你回头去审视你自己 而广告看板呢 也是一种凝视跟被凝视的一种展现 女人以为 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广告看板 带入自己的视角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是在用一种男性的视角去审视广告上面完美的女人 尤其呢 当你把自己带入广告上的女人的时候呢 你就成为了一个被凝视的人了 我在自己的IG订阅会员影片的书单分享当中呢 分享过一本书叫做《福美意》 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 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意大利的哲学家专栏作家 毛拉甘奇塔诺 他凭借这本书呢 得到了2022年意大利国家女作家文学奖 《福美意》这本书呢 其实他非常详细的指出 女人是如何被这个世界改变的 这个世界 这个父权社会 是如何制定出一套对女性美的标准 使得女性对于外表充满了焦虑 并且呢 把自己赚到了钱 又通通的投入 让自己可以变漂亮的那些东西上面 而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夺回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呢 对自己的审美呢 而不是被这些消费文化给奴役着 在剧烈这部电影当中呢 导演也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 那些握有话语权的人 也就是那些幕后的男性经纪人啊 制片人啊 摄影师啊等等的 利用摄影 广告 时尚杂志 电影 戏剧等等的传媒手段 去宣导一种标准的 统一的美 在制定这些规则之后呢 资本市场呢 就会利用女性对美产生的焦虑 而去花钱买那些保安品啊 化妆品啊 做医美啊 进一步的就完成了资本和权利的收割 很多女人其实都在抱怨 当一个漂亮的女人很花钱哦 把这样子的付出呢 看作是对自己的约会成本 企图呢 就在恋爱的时候呢 希望男性可以支付其他的费用 用来平衡自己的花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网路上很多年轻女生说 我为了约会打扮自己花了很多钱 所以呢 跟男生约会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他AA 我花钱打扮 他花钱请我吃饭 这就是我们各自所要承担的成本 乍听之下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是谁让你花这些钱的呢 你花这些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花这些钱 你会怎么样呢 难道你花这些钱 不正是因为你想讨男人欢心吗 你害怕没有花这些让自己变漂亮的钱 你就会输给其他女人 就不会受到男性的喜爱 没有人逼你花这些钱 但这些钱却让你非花不可 但你花了又觉得不甘心 又要回头计较这些钱 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导演呢 在这个部分呢 就用了非常讽刺的画面来呈现 他让一群非常非常恶心的老男人 站在镜头面前 要求女人露出甜美的笑容 仿佛是在告诉女性 你看 你努力让自己变漂亮 让自己变年轻 你这么这么的努力在讨好的 就是这群恶心的男人 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呢 你正在把钱花在讨好那些 只在意你外表的男人身上 却企图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外表 看见真正的你 爱真正的你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 因此 如果你呈现出来的只有性价值 那么男人在你身上看见的 也只能是性价值而已 第三 被异性青睐 让同性羡慕 女人最致命的两个点 这部片呢 其实也点出了女性一生当中 最致命的两个点 那就是被异性青睐 以及让同性羡慕 伊丽莎白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她拥有的成就 其实已经奠定了她的江湖地位 但是呢 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专业价值 只着重于外表的追求 这也是靠外貌维持事业的女人呢 最终都要面临的一个困境 因为人都会变老 这是不可抗的自然法则 所以呢 当她的老板 一个老男人开始嫌弃她 年老色衰的时候呢 她落寞地走在街上 巧遇了一个老同学 这个老同学呢 是其貌不扬的一个男人 她夸奖伊丽莎白 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 对她展现了非常高的热情 伊丽莎白呢 其实根本就不记得这位男同学 但是因为对方夸奖她 跟以前一样漂亮 所以呢 她也就露出了笑容 这个男人呢 不管伊丽莎白愿不愿意 就自己在一张非常随便的纸上 写下了她的联络电话 希望伊丽莎白之后呢 可以联络她 这张纸呢 被撕下来的时候呢 还掉到了地上 被地上的泥水给弄脏了 她不但没有重写 还就这样子 把这张脏脏的湿湿的 写着她的联络电话的纸 给到了伊丽莎白的手上 后来呢 伊丽莎白受到了苏的美貌的打击 她就希望 透过喜欢自己的男人 来恢复自信 于是呢 她就翻箱倒柜 找出那张非常脏的便条纸 打电话给那位同学 这一段剧情在讽刺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在讽刺女人的自信 经常建立在 被男人喜欢这一点上 哪怕这个男人 你其实一点都看不上 不过就是在路上偶遇 对你说了几句奉承的好听话 她甚至给你留下联络方式的过程 都那么的随便 你还是很需要她的欣赏 被这么糟糕的男人 随随便便的欣赏着 也能带给女人自信 这是多么讽刺啊 像不像很多女人 在交友软体上的情形呢 明明手机那一头的男人 你根本就不认识 或者是认识不深 也许她的照片 也有可能都是假的 但是她对你的评价 却非常的有力量 甚至呢 可以决定你这一天的心情 是好是坏 当女人执着于 被异性喜欢的时候 你的所有行为 就会开始荒腔走板 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愚蠢 你会完全看不见 自己的价值 开始恐惧年龄 恐惧容貌 因为这些都是男人不喜欢的 你害怕自己不被喜欢 而女人为什么会这么 执着于被异性喜欢呢 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让同性羡慕啊 所有女人呢 都会因为你是被爱的女人 而羡慕你 不然你想想看啊 在网路上那些秀恩爱 然后会对秀恩爱的那些人 按赞的是哪一个群体呢 全部都是女人按的赞啊 绝对不是男人 我经常觉得啊 女性如果要活得自由 自信 松弛 首先呢 你就要脱离这两个怪圈 哪两个怪圈呢 就是要脱离被异性青睐 让同性羡慕这两个怪圈 剧烈这部电影呢 更把这两点融合为一体 用一个明星来现身说法 她一生都在追求 透过别人的眼光 来肯定自己 来确定自己 是被爱的 第四 自我厌恶最终成了自我暴力 伊丽莎白最开始 想要用药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她讨厌自己变老了 讨厌自己这一副 越来越老的肉体 她想要变年轻 于是呢 她向黑市购买了药物 分裂出了一个 更年轻的分身酥 后来呢 这个更年轻的分身酥 为了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多待几天 她就开始违反规则 过量的抽取 伊丽莎白这个母体的营养液 来进行注射 结果呢 导致伊丽莎白就快速的老化 几乎变成了一具干尸 酥的这种滥用行为呢 无疑就是在对伊丽莎白 进行一种暴力对待 是女性为了美丽 于是呢 她就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了一种剥削 导演最后呢 还让苏打死了伊丽莎白 让血溅了她满身 这种对美的强烈欲望呢 让女人生出了 对自我的强烈厌恶 慢慢的就变成了要暴力对待自己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很多医美整形 致死的案件 大家应该都有听闻吧 这个呢 就是女人对自己的暴力对待 她们忍受疼痛 冒着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手术 只是为了要变美 这样子的欲望呢 就像自己对自己施暴一样 让自己死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 看电影的时候呢 我也想苏难道不知道 打死伊丽莎白之后呢 她就失去了供应她养分的母体了吗 她可能也知道的吧 但是那个时候她已经没有理智了 她失去理智了 她根本不考虑往后的自己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呢 就好像不计后果 也要冒着风险去做手术变美的那些女人 剧烈的导演科洛里法吉特 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她就表示 你可以尽情的美丽 但你必须永远对自己苛刻 社会的暴力会导致你对自己施暴 社会的暴力就是大众审美的标准 它规定漂亮的女人只能有一种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暴力吗 很多女人为了变美变瘦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却吃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减肥药 这也是对自己的身体施暴啊 你说是不是 电影的结尾呢 用一种非常荒诞 但是却又非常悲伤的方式结束 这个时候的伊丽莎白呢 已经变成了一具非常丑陋的怪物了 大量的喷血镜头呢 也让人看了非常非常的恐惧 但是又同时感到非常的心酸 至少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一种莫名的悲哀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很有趣 因为听说有一些人在电影院看到结局 过于荒谬都笑出来了 我不知道笑的人是在笑什么啦 反正我是不可能笑出来的 在这里呢 顺便夸奖一下主演戴米莫尔 可能很多年轻人并不认识她 但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呢 戴米莫尔曾经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明星 不仅在第六感生死恋的短发造型 让很多的女生模仿 也是第一个展示女性怀孕的肚子 裸体登上杂志封面的女明星 她这张孕妇封面照呢 还掀起了全球的模仿风 之后呢 很多的女明星啊 甚至是普通人都会去派孕妇写真 露出她们的肚子 其实呢 这些都是戴米莫尔带起了风潮 她的知名度曾经非常非常的高 是很多女生模仿的对象 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 当导演找上她的时候呢 她拿了一本她自己的自传给导演 她说 她非常能够体会女主角易莫白的心情 因为她自己就是过来人 她也曾经为了保持年轻 维持身材 不停地折磨她自己 甚至呢 因此丢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剧烈这部电影呢 要表达了利益并不新奇 也并不超前 但是呢 却依然有它的时代意义 尤其是社群媒体几乎占据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呢 女性也正在被另外一种美的暴力对待 比如很多人说 现在大家都医美啊 医美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吗 这句话不就是在表示 当所有人都医美的时候 当医美变成一种日常的时候 变美丽这件事情已经成为 磕在女人骨子里的DNA了吗 是她一生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难道这样子还不恐怖吗 所以呢 当我看着变成怪物的伊丽莎白 无论如何 她都还要穿上礼服 拿起卷发棒 卷她仅有的几根头发的时候呢 我真的好想哭哦 好想哭 她都已经那样了 她依然还要打扮自己 她还不放弃我要变美 这让我想起哦 曾经有一个读者跟我说 她自己对于外貌非常的自卑 她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有更多的钱 买更好的保养品 没有钱去做医美的关系 她看到她的朋友们 把钱花在美容上 然后一个一个都变漂亮了 只有自己没有做过这些 所以才显得没有那么好看 于是呢 我就问她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她就跟我讲 她在网路上交友 认识了一个男生 男生跟她说 她喜欢皮肤白白的 眼睛大大的 长头发的女生 她听了之后就很受伤哦 因为她是健康的肤色 眼睛是内双的 然后头发是短的 后来呢 她就跟这位男生约会 然后上床了 男的竟然还嫌弃 她的乳晕 不是粉红色的 她指着A片里的女生 就跟她说 你看这种乳晕才是漂亮的 你的很丑很黑 老实说呢 当我知道这个原因的当下呢 非常非常地替这个女孩子心疼 我心疼她把自己客体化了 而且是客体化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她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他人凝视观看的物品 而且是非常自愿的 因为她想要讨人喜欢 她所有对自己的价值认定 都在于别人怎么评价她的外貌 她开始自我厌弃 她开始想对自己施展暴力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真的很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 找姐妹们一起去看 不要找男友 相信你们看完之后呢 一定会对变美变年轻这件事情呢 有更复杂的想法 你一定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触 觉得原本的伊丽莎白 已经很优秀很漂亮了 如果一切能够回到刚开始的最初 不知道她会不会明白 当下的自己就是最好的 当下的自己就是最好的 凯特明之音咱们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